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呢 我在这个恰恰三人行的这个微博上看见 哎呦 已经费反迎天了 好家伙 这观众说 去年的事你们还聊 我们这样的好 冷静一点吧 对不对 我觉得大家不要 我觉得大家总是喜欢谈什么热点话题啊 就那个事正在闹得最火的时候 就去谈一把 结果谈着谈着那事没聊清楚 把自己也弄进事里头去了 你讲这话很有深意 我就说这样的一个录像的 我们这种安排 非常适合我的性格 因为我的朋友们给我就有一个外号 叫慢半拍 什么事情其实等一等啊 会好一点 没错 你看他那个微博上讲 你们怎么还不聊这个韩方大战啊 我说你等等等等 你看就不叫要诉讼了 诉讼 所以呢 但是其实我就觉得 圈子和圈子真的是不一样 因为我在整个这个春节期间 包括春节前 怎么我的朋友圈子里 没有人提什么韩寒方舟子这事呢 即便有的 当然大家都知道哈 即便有人偶尔提起一句啊 说不过三句话 没有人有兴趣再说下去 对 好像就感觉 你拿这个来聊太无聊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觉得你是不是比较 比较无聊啊 才会就都不说都不说 但是你看 我们看那个网友上 微博上的反应 所以我得说 我个人仍然是不爱聊 但是呢 我的职业要求 这真是热门的 最热的话题 不过我 非聊不可 是吗 我是觉得 我完全同意你刚才说那个感觉 就是好像 我自己也没 完全没什么兴趣去谈这事 比如说像 我是昨天说 今天要做节目 要说这事 我才仔细看了一下那些材料 为什么呢 我是发现自己对过去几年 中国这种名人掐架 然后两个人吵得好厉害 然后互相什么言语都出来 然后旁观的人 围着一哄而上 你一言我又正受 我觉得越来越让人厌倦 我看着就觉得 蛮舒服 反正那个情绪 我觉得 舒老师呢 就在你家乡吗 你这春节都在上海 对 我是有网友问我这个事情 把 就讲了很多 那个 我的回答是 点点点点点 相争 点点点点点 得利 什么相争 得利 什么意思 这个成语怎么说的 相争 鱼翁得利 然后网友 网友就追上来了 谁是鱼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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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个问题 我跟你说 这个事啊 对当事人也许叫有聊 对咱们真叫一个 无聊 我真的觉得有点无聊 关我什么事 对 你说的很对 谁得利呢 要不他们说呀 围观本身 都说围观改变中国嘛 中国都能改变 何况被围观的人 你知道吗 其实我至少知道 有一部分人 他们这个过瘾呢 看呢 他并不在乎这个论题的增加 他要看的 其实就跟拳击比赛 没什么两样 看他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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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过瘾 是不是他们这算鱼翁呢 不是 我是这样想的 首先第一个 我前面先同意你们刚才说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背后没有大的政治道德的原则 是真 没有大的大是大非 跟那个我们一会要谈的那个那个孔庆东言论所引起的的争论 那下一集 那个是有比较大的本质性的很重要的问题要讨论 这个没有特别大 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注意呢 我们要仔细想想是谁支持方舟子 是谁支持韩寒这两批粉丝 在我看来 他代表了今天中国网络上的两股非常正直 非常青春非常年轻的一些热情的力量 支持方舟子的很多人呢 就把一个希望记得 方舟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不太清楚 但是他们大家投入他的想象是 他是一个打假的英雄 他是一个个人行为 他不是代表一个官方或者一个组织 但是他也有打过几次是有点效果的 所以大家产生了一个很多 他的支持者会觉得 他不管这个人全面是怎么样 怎么有名 他还能坚持原则去抠一些道理去做 那韩寒的讽刺更是如此 韩寒在目前中国的文坛上 网络上 他都代表了一种青春的 一种 甚至可以说是革命的力量 是代表了一种朝气的 那么这两批青年人照理说是一起的 你明白 对应该是一起的 他们对于社会来说 他们都有一些 我觉得他们的想望都是很政治的 都是很好的 可是偏偏他们因为一些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冲突了 因此他们困惑了 我是这样理解的 那我呢 我就说点题外话吧 所以说我说咱们即便是聊是吧 聊的也是一个题外的一个话 这个事情啊 到我觉得咱们好不如谈谈文学了 就是说什么题外话呢 某种程度上啊 我得谢谢这个韩涵同志 韩涵老师啊 他呀 为他自己这个澄清的这个回应当中 我看了 我觉得啊 我要谢谢他帮我解决了一个 我一两年来的一个疑惑 一两年的困扰我的一个疑惑 你知道我呀 一般对大家伙都说好的人或者作品 有时候心里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我会不说 一个是事不关己嘛 是吗 再有一个呢 就是你也知道 我比较就是怀疑自己 我经常怀疑自己是不是正确的 所以我就一般都是不说 不说呢 但是我有想法 哎 还就这回 我一看韩涵呢 提到他早期的这个书啊 早期的这个书啊 他为了澄清他自己呢 哎 他坦诚 说我少年时候故作老成 模仿这个钱中书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时候啊 我不信就走向书架 在马迹 当年 三重门 哎 我我我我我得说我没有太多资格讲它啊 因为我只是看过他一部分博文和这么一本书 老实讲 这本书呢 是当年他特别火的时候 嗯 我说我买来 看一看 但是呢 怎么说呢 就是我很懊恼 因为呢 我自己以为我自己胃口很宽 那大家伙喜欢的我肯定能喜欢 但是呢 我得说实话 对吧 就是几个月之内 我努力了三次 没看完 没看过十页 真的是看不下去 那么当然就是我水平低了 是吧 但是呢 怎么说呢 就是我当时啊 还写下一段话 因为我觉得困惑不解 我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的 我就看不下去呢 是吧 为了证明 我是一两年前写的 我把我的手稿也带来了 你还做笔记啊 手稿之前 现在兴着 太认真了 现在兴着 不是 正是因为不认真 所以写的个乱七八糟 是当年就是随手写下的 但是我就说啊 你就可以让你知道 为什么我今天看到 韩寒坦诚这个感受啊 哎 让我觉得 这个怎么说呢 跟我这对手 回答了你的问题 回答了我的疑惑 因为当年我只是疑惑 只敢偷偷写在这儿啊 所以我不惜让大家看看 我的这个丑字 他们拍下来 手稿 这个字啊 写的太丑了 所以他们说不是手稿 是尿稿 我的尿稿啊 你看 就是说 我当时就看 哎 对对对 导演可以放出来看啊 就是说啊 我当时的感觉是 文笔啊 是流出来的 不是做出来的 不是做出来的 我的感觉是嫩熟嫩熟的 你知道吗 就是当时我看他的书 总觉得有点小孩说大人话 那你看我说 一个早熟的少年 刚看完围城 抓住钱中书的一点文字感的皮像 写的这么一个习作 钱写的是解放前的大学 韩写的是解放后的中学 然后但是你看我旁边也有这个 就想 就说二十多岁算很不错了 我又说呢 说这个作者强调文笔和财情 就是我是指的他也很重视这个文笔 但是在我从这本书的文笔上看来啊 他理解这个文笔我觉得有点窄啊 相反 他掉在玩弄文字里头 失了失去了自然天真 少年企图老成 企图看透事故 为什么我老看不下去 就是我在琢磨 为什么我老看不下去 对了 就因为他玩文字牵强 我一看就出戏 老被他的故作老成的文笔打扰 进不去他的故事 你看这是我当时的感触 所以我也很 就是但是我就怀疑我自己是不是看对了 因为咱这水平不高 但是今天我看到韩寒回应的文字 他对他的早期创作啊 有这个反思 说的跟我啊 若和福洁 我觉得不错 而且我觉得他能这样坦诚啊 反倒让我会 你看以前他要不承认 他这书啊 我就看到此为止了 就没有兴趣看下去 但他反倒他自己这么说了呢 我倒很有兴趣 想看看他后来的创作 是不是真的更自然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是这么一半 我是觉得他一直在我看来 就他小说写的实在不怎么样 他是杂文写的比小说好 他在写小说的时候 有个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啊 就是他把那个写杂文的 自己带了进去 于是呢 你会发现他的小说里面 许多的人物啊 会说出一些非常不符合 那个人物设定的聪明的话 那些话是怎么来的呢 想必是这个作者啊 一边写一边还偷笑 觉得这个话太好了 太聪明了 这个也是围城的问题 对围城也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钱中书啊 就我觉得写小说 我说这话 有时候也常得罪 我觉得钱中书其实不太适合写小说的 就这种太聪明的人物啊 他写小说他会破戏的 所以你看啊 我就发现呢 这个真正私下里啊 我问这些行家啊 这些行家对这个韩寒的文字啊 都挺会说 说他杂文写的好 那么但是我就觉得像我这么水平低的人 我能看出来 其实很多人都看出来 但是他们现在要真的不是他文字 你听我说啊 为什么看出来 但是很多人啊 大家都不愿意说 为什么我就想啊 有几个原因 你知道吗 一个原因呢 是什么呢 导演说要去广告 广告之后再总结啊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见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就说有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是 过去我们模糊的对他呀 有个印象 就传说他挺爱在网上跟人战斗 特别是他的粉丝当中的一部分呢 比他还会骂人 所以呢 你有时候觉得 你说韩韩还是放中 所以你觉得呢 犯不着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就犯不着 特别是你又不是他同行 对吧 这是一个 二一个原因呢 就是咱们会觉得呢 他这么年轻呢 还在发展变化中 你看这些年来 他一直在反思 一直在发展变化中 所以呢 你不喜欢去论断一个人 去去断定一个人 再有一点呢 我觉得比他岁数大的人 如我们呢 有一种记忆 就是小时候 那些个成年人 对我们 那么指手画脚 那个讨厌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 我们有一种什么呢 非常害怕自己啊 会变成自己当年讨厌的人 那样的一个人 对着人家 比你年轻的人的 一切创作 而且你也闹不清 人家 你也不够了解 动辄 你非常怕变成小时候 你讨厌的这种 所谓的成年人 所以不说 第四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呀 他今天这样的这个名声 包括呢 就说 他的关注 他的人超出了少男少女 社会科阶层啊 不大是因为他的文学能力 而是因为 就是你说的 他的博客 他的博客里边 还哪一部分呢 他的博客里边干预社会 介入公共事务的 这一部分 所以这部分寄托了 很多民众的希望 甚至美好的一些 你跟韩还认识吗 我认识 我很喜欢他 其实我一直不大愿意 谈他跟方舟子的事 我反而觉得他 其实早在跟方舟子 掐架子前 惹起了争论 那个比较有意思 就是所谓的韩三篇 他谈革命 谈民主什么那些 谈自由 那里面大部分很多观点 我是不能够赞成的 但是呢 我就不喜欢就是 今天中国讨论问题的一些 方式 就是我 我觉得我认识的韩寒 是一个没有大家说的 那么的老谋身算 那么的 好像都安排好了 怎么样 说是什么卧底五毛 这一类的 我觉得那很明显 就是他观点上 有一些新的想法 那这观点 我们可以就观点 来讨论观点 我会说为什么 我不同意 我同意什么 但是现在呢 我们谈问题呢 很快就会谈到 韩寒这个人怎么样 他是什么背景 他是什么居心 他原来就潜伏的 如何如何 然后再说下去 就去挖掘 他这个人 是不是过去一贯的 弄虚照假 还怎么样 我不是太喜欢这样的 去谈问题的方法 那么终于到了 跟方舟史掐架 这事之后 我就觉得 我就有点看不下去了 这事已经变成一场 泥浆摔脚一样的东西了 他那个 如果说是指控 现在他们的指控是说 他是有人带笔 对不对 那么这种呢 如果从我们学院的角度来讲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 对 那么这个指控的后果 可以很严重的 你可以说是 可以上法庭的 在学校里可以取消 可以开除学籍 或者你是教授 可以被解除职务的 但是你这个指控 必须要有非常硬的 直接的证据 所以现在我看了一下 他分析方舟史 分析韩寒那篇文章 好像叫书店吧 好几篇了 他这样的分析 我就仔细的看了他这一篇 他用的是一些考证 推理 比较文字的 那这个构不成直接证据 对 没错 所以这个如果说 如果他上法庭去 告韩寒是剽窃的话 如果在我们大学里 比方说我是 学生纪律检察委员会 你来说这个人 这个是剽窃 这个是 目前这个证据是不成立的 那么这个其实很简单了 这个在法律层面上 已经很简单了 问题是 韩寒其实不用做什么回应 我觉得韩寒回应 他也太激烈 那个据说是王硕说的一句话 说是 因为王硕的话 比较带伞儿啊 翻译成 可以通行的话 就是说 叉叉 人家说你的小弟弟是假的 你就给他脱裤子吗 那就这么个意思 当然他是说的更加生动了 我这个转达了已经 已经不大生动了 是不是 你干什么吗 人家说一下 你何必脱裤子吗 对不对 这我干活了 东西给你看 干什么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 这个韩寒是不必要做这些回应的 因为他要打 他要建他的道德义务 那由他去 除复 现在的事情倒过来 现在的事情是指控你的人 他不上法庭 你却要去上法庭来证明自己无罪 这个很糟糕 这个情况 中国青年 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几十年 面临过无数次 但是 就我们遭遇到一个子 虽然还要告方舟之诽谱 对 但是徐老师 我这个小人之心 杜君子之父 我觉得很多事情在今天的社会里 变得很复杂 很说不清 比方说 这个不负众望 这件事 是好事 可我觉得也是一种毒药 对 没有人 我干这行十几年 我就发现 我还没见过一个人 我见过很多人 从无名到有名 我没见过一个人 从无名到有人关注的时候 他不起变化的 全都要起变化 看来人 谁都不能免俗 就是这么多人关注你 而且问题不那么简单 你看韩寒这个回应 我认为他也有 希望自己不负众望 这么多的粉丝 你知道吗 那么这么多的人 曾经支持我 或者喜欢我 甚至咱就说 这些庸俗的 这个还有金钱的利益 书的销售 广告 对吧 这都是有很大的金钱 如果这个东西被颠覆了 那 它不会靠网络的这种东西被颠覆 它要 它必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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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的指控必须正式成立 我是比较书生概念了 我觉得你这个一定要把两件事分开 影响归影响 这个案子归案子 案子必须走法律的路子 影响你就不要考虑 你要真的讲到影响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世界上有名的作家 有名的符号 有名的 都是有梯队的 真的 当然 而且呢 大致的规律是这样 讲人家没有 讲人家没有人代写的 这是对学生的要求 如果你有名了呢 基本上你是可能有梯队运作 有名了 如果你是非常有名的 你就必然有梯队运作 我随便给你举个例子 毛选 毛选是胡乔木很多在里面写的 这个大家都说 而且我们党都有决议 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共同的智慧 奥巴马的这个国情资文是他自己写的吧 你能说他作假 你说的是一个政治的这种陈述 你也说的 在文学创作 艺术上东也有啊 有很多画家 别人学生画的 我签的名文 就是 这就聊得远了 枪枪三眼影广告之后见 谢谢 一揽读鱼 一跃千里 在环球事业下明察秋毫 在时空穿梭中紧扣关键 集中关注 补充观点 融合全媒体 全世界焦点咨询 无限共享 2012凤凰卫视强挡云信息直播节目 天地一望 凤凰焦点关注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排 传场千年量造工艺 历尽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狼 书香 尿笔 美文 超过时空的赏味 走进文化名家的私人书房 清谈读书乐趣 品味思想重乡 同学你会重新 或者是继续 爱着阅读 大家书斋 星期四 凤凰卫视中安排 当然韩寒是如此的成功 我有的时候看着 我觉得我除了羡慕嫉妒恨之外 也得对比偶像找差距 我觉得咱们作为观察家 能看出 就说这个年代的一个偶像 你知道吗 韩寒自己未必愿意戴这帽子 但是这个帽子是大家伙给你戴上的 对吧 那么这里面有什么元素 我就发现了 事情分开看 但是呢 又是那么样的不可分开 比方说啊 我就假想 想得我自个都乐了 我说 我说他呀 你看 他又不是这个赛车冠军 他的粉丝得少点吧 对对吧 他要光是赛车冠军 不是有文采的 粉丝又得少点吧 他要不是长这模样 他长成我这模样 这粉丝你少七成吧 他要长成文道这模样呢 哎 我不是说这个人家靠长相啊 我是说任何一个因素都有这个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 你知道吗 就是说 这是一个组合起来的 你你哪个地方差一点啊 都构不成这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偶像 那当然啊 那然后呢 啊 问题是正点是什么 你要说的是 就咱没法学啊 这是不是废话吗 就任何一个重要的偶像 那当然都是很多因素构成 不不不 我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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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他说什么 我想我想起来了 我的真正意思是说 所有的偶像都是你一厢情愿的 你知道吗 所有的偶像历史证明终于会破产 我跟你说 还是包括韩含自己 我觉得也说到这一点啊 文章签古事 大家还是聊作品 比聊人有意思 人呢 没有完美的 你你你你说是不是 当然 没人 而且作为一个作家 他的人的最重要的东西都在作品里 哎 我们主要是看作品 他的他的可贵是因为鲁迅的传统 多少年来都没人继承 我不是说他能够变成鲁迅 但鲁迅的传统被中断了 好不容易台湾有个理由 香港有个陶杰等等人 大陆寒寒就是某一种迹象 他让他寄托我们的希望 他承受不起 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那是一个方向 我们应该真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区江楼贯文明启示录 所以我觉得 我真的